加大使,若中共不放任总理中将致电习近平,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联章MCCALOM1月18日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不是放两名被拘留的加拿大人,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最终将致电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图为加驻华大使馆。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联章MCCALOM1月18日表示,如果中共政府,不是放两名被拘留的加拿大人,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最终将致电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 加拿大会首先利用国际压力解决此事,综合加拿大CTV新闻和彭博新闻报道,麦加联周五在沃泰华与议员们,举行闭门会议后,对记者说了上述言论。 他还说,全球社会普遍认为,两名被抓捕的加拿大人,被中共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共抓人有损中国公司声誉麦加联说,一旦他们终起在国际上,遇到麻烦中国中共政府就抓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是世界上多数人的感觉,这对中国商界人士的声誉不利。 去年12月1日,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自此家中关系极具紧张。 美方指控孟晚舟涉嫌诈骗快国银行,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对此提出,抗议随后中共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两名加拿大人,及加拿大前外交官康宁凯 Michael Kovrig,及加国商人迈克尔斯巴沃 Michael Spiva。 1月14日,中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一名加拿大公民走私毒品案时,当庭定罪判处此行引发国际批评麦嘉莲说,总理致电习近平是最后一招。 我认为必须首先采取其他行动,我希望总理会有一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我认为,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而且我相信他特鲁多会他补充道,目前不会和中方谈自贸协定麦嘉莲,还排除了加拿大在不久的将来,随时与中方达成贸易协议的想法。 我们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解决前后与中方谈判自由贸易。 所以他现在不在谈判桌上,而且也未曾开始过他说此外。 加拿大正考虑,是否在物际网络禁用华为设备中共警告,若禁用华为设备后果。 自负之后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周五反击说加拿大不会被北京当局给吓到。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拉夫尔古德尔·Ralf Goodell,说我们已经充分表明,我们不会让国家安全受到损害我们,将采取适当分析。 最终做出我们认为,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决定,他还说加拿大不会被中共的威胁给下阻。 魁北克市长取消访问中国大陆行程,在家中关系紧张现状。 下加拿大魁北克市长雷吉拉伯姆·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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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姆,取消原定三月底的访问中国大陆之行蒙特利尔公报,Mantreo,GAVETTE,1月19日,报道拉伯姆原本预定三月底,率领代表团访问上海以及西安。 还会访问韩国代表团成员,包括旅游业人士。 拉伯姆取消访问中国大陆之行,出于加拿大当局的旅游警告。 加拿大政府不久前发布中国旅行更新信息,说到中国旅行必须高度警惕。 在中国有被中共,任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 加拿大卑诗省林木贸易代表团,上月也取消了访问中国大陆行程。 牛知育 concept 木贸易代表团